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2015年美洲杯足球賽的特別報導 2015年的美洲杯即將在台北時間的6月12號早上7點半要來開梯了 今年真的由中視頻道跟中天的綜合台聯手為你LIVE每一場的直播 精彩的畫面我們完全不間斷啦 真的其實歷史最悠久的足球賽事 首次很榮幸要在這邊全程來轉播 中天中視三位主播以及搭配四位專業的球評 每一場都會為你做了一個即時的精彩畫面跟賽況分析 同時你也可以在中天的快點TV還有2015年美洲杯專屬的行動裝置APP上面 收看最新的賽況以及同步的比數還有機會抽大獎 歡迎你隨時鎖定中天跟中視頻道 接下來大家要分析美洲杯C組的四支球隊 包括了哪四支呢 巴西秘魯哥倫比亞跟委內瑞拉 其中巴西跟哥倫比亞是去年四足八強賽中 踢到PK大戰才由巴西晉級喔 而且這回美洲杯首輪就要再碰頭啦 精彩可奇 而且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巴西的前鋒瓦明星 內瑪爾他也是接下國家隊隊長之後 第一個喔國際的大賽能不能幫助森巴軍團 下下第九個美洲杯冠軍 值得期待 2015美洲杯C組遇賽 由巴西秘魯哥倫比亞跟委內瑞拉 四對立拼晉級門票 其中最大的焦點還是森巴軍團的明星前鋒 內瑪爾 這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小伙子不僅在去年赤塑賽大放一彩 今年還要率領巴西挑戰扛下國家隊隊長後 第一個大型國際賽 我會幫助我的同學同樣幫助 因為有一個主持人 只有他在幫忙 只有他在幫忙 沒有 反正 我相信大家都有權負責 做什麼好意義的團隊 其他像是只拿過一次冠軍的哥倫比亞 去年氏族踢進八強成為最大黑馬 至於委內瑞拉實力照差 美洲杯的最佳成績只有第四名 Dreamin'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C組的晉級名單 球評看好是巴西跟哥倫比亞 至於C組的另一個焦點 就是23歲的年輕對決 內瑪爾大戰追羅 其中追羅還是去年氏族的金學獎得主 內瑪爾則是幫助巴薩挑戰今年的歐冠金杯 加上內瑪爾當時在氏族八強受傷報銷 對手就是哥倫比亞 薪酬就恨一起算 也讓美洲杯的C組預算更有看頭